噢噢噢噢噢! 你們看到了嗎? 他蟹讓我們一剪開,他就直接掉出來 看起來就很舒服欸 很舒服 我的天啊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這裡了 然後我們身後這一家是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它裡面有一家餐廳叫做十二廚 然後它最近有推出一個海鮮吃到飽活動 非常吸引我 就是除了擁有澎湖海鮮吃到飽之外 它還可以讓我們吃松葉蟹吃到飽 欸 你各位啊 身為一個有海鮮就開心的頻道來說 你看到在這邊有這個活動 你不會想吃吃看嗎 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體驗看看 十二廚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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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然後我們剛剛光是排隊的時候啊 我們大概提早半個小時來排隊 可是他離開放用餐時間越來越近的時候 他現場夭壽喔 他直接排出那個人龍出來 不過OK啦 我們等一下就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請給我一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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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這給我五片鮪魚 還有幫他吃生魚片的 謝謝 謝謝 請給我一份牛排 好帥喔 好帥喔 水到這裡 哇 OK啦各位 那我们请拿完第一回合东西回来了 只不过啊 我们来到这种高级的饭店吃饭 怎么可以少了 还有 我们刚刚光是跟大家一起排队拿东西啊 我们就用掉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不过我们就用生鱼片开会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的生鱼片好朋友 哇沙里酱油给准备好吧 我们来吃吃看一餐要1600哇沙比 没有想到竟然是我们熟悉的哇沙比耶 非常的接近气 来吧我们先从鳍鱼吃起来 各位啊 如果你们知道用餐备用情况下 吃到这个生鱼片 你会觉得它新鲜是合理的 鲑鱼生鱼片 它这生鱼片除了新鲜之外 整体口感还蛮绵密的耶 我们接下来吃花枝 不行的不行的吃到这个生鱼片 我觉得我们要用这个没有好金黄色 先进你们了啦 是说这花枝上面有布满的 鲜香鲜香的鱼卵 然后它搭配新鲜而且Q弹的花枝 这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棒啊 那我们在迎接生鱼片大魔王之前 我们先用萝卜丝洗洗嘴巴吧 最后大魔王 鲑鱼 它这个鲑鱼我咬下去的时候 它的油直接溅满了我的牙齿 还有我的舌头 它的口感好油喔 还有它这个苏西上面 原本就有美乃滋 还有柴鱼片的配料 应该是不需要沾酱吗 你们还记得我上次吃 和食大王那一次吗 它这苏西口感吃起来 就跟那一次他们店家 所提供品质感觉差不多的 就算了 来吧 拌菜 蛋菜串 吃起来 它这个蛋菜虽然吃起来是新鲜的 只不过我是觉得它的调味来说 我真的还有一点重 花枝圈 它这花枝圈口感十分的难有 食乐厨你要确定耶 咦 它今天这个白鸭吃起来新鲜Q海 而且它吃起来有它们自己水煮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来吧 现煎牛排 我觉得说它腌制的味道虽然很香 而且是饭店才会有的味道 可是它肉质口感怎么有那么一点干柴呢 嗯 哇 那我们刚刚吃完现煎牛排啊 我们再来吃吃看这个充满脂肪的乳烤牛排 希望会好一点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价位乳烤牛排会让人真的是 还有我们要吃螃蟹的话 怎么可以少我们的吃蟹省器呢 它刚刚现场有附这种剪刀让我们吃螃蟹的啊 我是觉得说 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 够用吗 预先行骑士 必先立骑器 哦天啊 它这个蟹肉真的是 很肥美 鲜甜耶 我们今天就是为这个螃蟹而来的 还有它这个长脚我觉得这个剪刀应该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看起来就很舒服耶 哇 我的天啊 谢谢买单吧 那好啊 1639元 欸謝謝 你們有聽到我嗎 我們是到九點 我們今天這餐的用餐費用 1600元啦 我是覺得說以前這個價位會讓人驚豔的地方來說 就是除了這個鬆菸蟹之外 好像之後現在 就 哇 我是覺得說我們吃到這邊啊 我怎麼感覺今天有些料理有一種圓山大飯店的集市感 那我們就用這一杯美好金黃色敬門啦 烤羊排 蝦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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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羊肉怎麼吃起來這麼的有嚼勁啊 蝦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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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雞翅 它这个雞翅吃起来怎么有一种我们熟悉的台式炸鸡的味道 甚至它稍微带一点蜜汁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味道我还蛮喜欢的 烤鸡 糖醋排骨 它味道虽然不错 可是肉质似乎没有跟上它的手艺 骨肉 浓汤 这该不会是很经典的煮熟蘑菇浓汤吧 不过OK啦 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的东西了 我们等一下再去拿第二回的东西 我来吃吧 好 好啊 谢谢啦 谢谢… 这都会点滑汁好了 给你吃吧 謝謝 谢谢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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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那我們這回合啊 呵呵呵 呵呵呵 你看看我們現場的小哥哥 他看我們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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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排隊 拿這個松葉蟹 他後來就直接給我們 不然說真的今天第二回合 他剛熱食的部分有分三大區 可是三大區的東西真的你看了 你會想就拿第二回嗎 而且甚至說他旁邊還有縣煮麵點區 還有燒辣區 真的你會想拿的就這些東西而已 不過OK啦 那我們先用這個阿撒肥 敬你們啦 那我們這回合一樣從生魚片吃起來了 接下來是雕魚片 不過好險今天他這家店他的收費啊 他所提供的雕魚片算是還蠻不錯的 我們一次吃五片鮪魚吃魚片呢 還有他這個花枝真的是 我這次要了更多的份量 喔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 霸壁爾 敬你們啦 我們來吃一下蘿蔔絲洗洗嘴巴啦 鮭魚 穿著來 expans分你 順開我們 海鮮卑ア И抹け asi 銀裡面 鮭魚 strategy 麵 好肥的感觉 OK啦各位 那我们已经把说松叶蟹都吃完了 只不过刚刚他们的工作人员有跟我们说 我们用餐时间剩不到半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先去拿点甜点吧 OK啦各位那我们继续吃起来吧 冷盘火腿 还有没有想到说今天可以在这边遇到 跟上次兄弟大饭店一模一样的烟熏鱼片 我们上次吃一餐700多块的时候吃到这个 是很惊艳的 可是今天这个价位吃到这个东西真的是 宏湖小卷 嗯 算说这个小卷够新鲜啦 只不过这个size真的是 好像有那有点小耶 接下来是烧腊的部分啦 还有红糟肉 还有红糟肉 我是觉得他今天红肉部分表现啊 真的是 还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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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我們來配一下他的貴妃荔枝烏龍茶 還有黑糖姜絲奶茶 OK啦各位 那我們已經吃完所有的東西了 我們等一下就出去外面做結尾吧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外面了 只不過隔天的早上我們在結尾了 那我們來說說我們昨晚吃十二廚的想法吧 昨晚我們的用餐費用一個人是1639元 而且他以今天這個費用 我是覺得說他提供的菜式選擇好像 哪裡怪怪的 我們除了松葉蟹到後面吃得非常過癮之外 他澎湖菜的部分感覺好像 不過也OK啦 但如果你說今天要再花1600多元回去吃的話 我OK嗎 算說以這個價位你會有更多的選擇 或是有同樣價位你會覺得更舒服的選擇 只不過如果他未來一樣還有這種松葉蟹活動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再來吃吃看的啦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這邊如果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我看到就去回覆啦 還有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 會有什麼超級感謝的功能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